日震當中之下,中日的第二循環,中日之戰就要開始了,雙方還是先禮後兵。 這場比賽中華隊是先手日本隊先攻。 伊騰被高飛球被接殺出局以後,第二棒神員又打一個中間高飛,被周阿海接殺出局。 日本隊進攻連連在陣前損兵折降,二人出局。 日本隊第三棒右阿爺守丁田被三陣出局,結束了一局的上半日本隊零分。 第一局的後半中華隊進攻。 日本所排出來的籌手是九玉,他是右手的高壓的籌球的一位球員。 第一局就太高了。 而中華隊擔任打擊的第一棒是游擊手林瑞珍。 現在是一壞球。 打擊出去,打在游擊前,長傳一壘,林瑞珍被封殺出局。 接下來,輪到第二棒,強打者也曾經有全力打演出的周阿海擔任打擊。 中華隊和日本隊開始第一局,都沒有希望得分。 第三棒林瑞珍被三陣出局,結束了第一局的比賽,雙方都是零。 日本隊三棒,第四棒林瑞珍打一個左外野的搶外面的全壘打。 這球打得實在太遠了。 日本隊以一支全壘打首開記錄,第四棒一壘手林瑞珍很輕鬆地跑回了本壘, 首開記錄得到一分。 在三壞一好的情況之下, 第四棒林瑞珍擊出了一支全壘打,當場發一個全壘打獎。 而且他這個全壘打,不但打在全壘打箭之外,而且打在整個球場牆外面去了。 第五棒,中森打在一壘前,被一壘手接殺出局。 現在日本隊第二局的進攻是一人出局,一比零領先。 六棒高抓,又打了一個右外野的高飛球,被接殺出局。 日本隊二人出局,一比零中華隊落後一分,第二局的上半。 第二局後半,中華隊何景山,一棒高飛球,被接殺出局。 接下來輪到第五棒,右外野手謝明勇擔任打局。 謝明勇擔任一支平飛球,被二壘手連續的接殺出局了。 已經有二人出局,下面輪到第六棒郭君坤,三人打擊。 六棒郭君坤打一個中外野的高飛球,在全壘打,前面被接殺出局。 結束了第二局的比賽,中華隊一比零落後一分。 日本隊的第一棒宜藤,打一個三壘前的平飛球,被接住傳壘壘封殺出局。 結束了第三局的上半。 中華隊仍然以一比零落後一分。 比賽到了三局的後半。 第八棒徐星打一個漂亮的安打,中間穿地安打,安打上了壘壘。 三局後半。 中華隊的陳秀雄犧牲短打,結果被扶手接殺出局。 二人出局只上了壘壘。 到現在還沒有人推進到二壘。 一棒林瑞征打在二壘前,傳壘壘封殺出局。 結束了第二局的比賽。 中華隊仍然以一比零落後一分。 以上是中日棒球隊在世界亞洲棒球賽第二循環第二度碰面的部分實況。